蓝鱼脆鸡扒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蓝鱼脆鸡扒 很简单的材料,也是很简单的做法 相当香口,外面有点点菜,内面很暖滑 希望大家喜欢,在影片前帮忙,订阅,分享,留言,和按赞 好,立刻去片 好,这个蓝鱼脆鸡扒的材料相当简单 有四件这些鸡上笔,我去骨 如果不用这些鸡上笔去骨,那么麻烦呢 可以直接买一些鸡胸肉,或者鸡扒 製成一材件之后,就可以用的,不用麻烦 只不过我买开用这些鸡上笔来做其他的菜 所以长期都有存货,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一 首先来调一下那个盐料 这个碗里面有半茶匙的芝麻酱 不加芝麻酱是没问题的 芝麻酱最主要是让那个汁 醃进去的汁更浓稠 然后加入一茶匙的糖 加入大約3-1茶匙的糖和鹽 然後加入少許的胡椒粉 然後將這些醬料全部融化 好,等我壓完之後再和大家繼續 好了,把醬料全部融化 然後把醬料全部融化 因為醬料比較濃稠 醃的時間要長一點 一般來說,我把醬料都融化了 現在把醬料都融化了 然後加入少許粟粉 加入大約2茶匙的粟粉 然後把醬料都融化了 然後把醬料都融化了 好了,醃了兩小時 然後開始麻薄製 最後和大家繼續 好了,雞排已經醬了兩小時 現在鑊在鍋裡燒熱 現在加入大約1湯匙的生粉 搓勻 然後把醬料都融化了 讓醬料都融化了 然後將醬料都融化了 然後將醬料的醬料都融化了 一會兒煎炸 讓它有一點脆口感 如果用濕粉來做成脆皮 也可以 但問題就是 我不是太厚的醬料 所以我不太喜歡吃 我喜歡吃薄麵 少許脆 然後就可以吃到雞肉的軟環 好,稍後立即煮 鍋裡放了大約半碗的油 現在用中大火熱油 放雞扒半煎炸 以這個雞扒的厚度 大概要煎5分鐘才熟 所以這個油熱之後 煮回中火 煎2分鐘後再煎 煎2分鐘後反轉 這個目的是先用慢火浸熟 這邊同樣是2分鐘 這位置就煎3分鐘 煎2分鐘半 煎2分鐘後反轉 煎3分鐘後煎3分鐘後是幾分鐘 煎3分鐘後煎3分鐘 抹點油 煎3分鐘後煎3分鐘後煎3分鐘 好了,这个南乳脆鸡扒就完成了这个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朋友就记得留意我下集的小片 多谢大家,拜拜!